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在某一个空间 原本它的电厂是一灵 是垂直向上的电厂 本来的电厂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这样子的 我画窄一点 这是电力线 是一个均匀的电力线 分布均匀 那就表示这个电厂是uniform 这是一灵 原本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在这个区域 把一个界电直球 把一个界电直球 它有ερ 于是这个电厂呢 它摆在这个当中 电厂就把它极化了 极化 因为这是均匀电厂 我们假定这个也是一个线性的界电值 它没有方向性的 它这个polarization 是各方向都一样 而且是homogeneous 因此它这个里头就产生polarization 也是圆着电厂的方向 polarization 于是呢 它这个里头啊 就开始啊 有 它这个电厂啊 在里头就变成这样子 它被均匀积化了嘛 对不对 均匀积化了 里头 均匀积化就是它的diple moment 都朝一个方向 OK 而且每一个地方 的polarization都一样 好 那么 外面的电厂呢 很远很远的电 因为这个积化以后啊 它也会在外面产生电厂哦 所以外面的空间 除了原来的一灵之外 它也会产生电厂 于是这个地方的电厂就改变了 就不单单是这个样子 不过它影响的有限 就是说 你距离它很远的地方啊 尤其在这个地方啊 很远 很远 很远的地方啊 越远它影响越小 因为diple产生的电位是跟R平方层反比 它的电厂是跟R的三方层反比 所以距离越远它就显得越小 于是周围的空间呢 只有这个旁边会有一点改变 旁边会有一点改变 OK 这个地方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旁边会有一点点改变 这个也一样啊 然后这边呢 这样子的 好 电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它没有影响到 它还是一灵 很远的地方还是原来的 这个平行线啊 还是原来的 就附近会改变 附近这个地方会改变 好 那现在我们要求 我们现在就是求 球内的电厂是什么 球内 球内外我们都求一下好了 球内外 球内外 的电厂 好 你现在要怎么做 现在要怎么做 他 你就想啊 我们电厂都是先求电位 再求电厂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就把电位 或者电厂 它 的方法 球电厂 球电位的方法 你都算一遍嘛 都算一遍嘛 它能不能用 你已知电荷 密度的分布 来球电厂啊 或者球电位啊 你不晓得电荷怎么分布啊 虽然这里是polar 已经有polarization 你也不晓得多大 好 我们都没办法做 好 那于是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边界条件 好 边界条件 我们来 做这个 问题 好 用边界条件 来解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边界 内跟外 如果是potential的话呢 我们知道 里头跟外面 在界面的地方啊 potential要相等 potential相等 那么 它另外还有这个 条件 等等我们一并写出来 OK 就说它有边界条件 我们可以掌握 于是我们就用 边界条件 的方法来解 边界条件就是 用laplace equation 我们就用laplace equation 来解 因为它是一个球体 所以我们就用球坐标 2平方 partia over partia r 2平方 partia over partia r 你把这个都写出来啊 你多写一下才能熟悉啊 再加上 r平方 3平方 θ分之1 partia平方 v partia 5 square 解这个 那么 我们从它这个 电场的分布 它在这个方向 都是一样的 这是5的方向 都一样 所以这个 它的电位啊 一定跟这个方向 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你随便找一点的电位 在这里 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是直径 比如说 这个是直径 OK 好 那圆 这个圆周上面呢 直都一样 人5的方向都一样 于是我们 就知道 由电场的分布 由 以致 电场的分布 得知 v 仅仅是 r跟θ的函数 与 phi无关 于是 la plus equation 我们就把它写成 只有前面这两项 这个等于零 OK 好 我们就 解这个方程式 解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就 知道它的通解 通解 我们知道 通解 是对于这个 v r c 要等于 summation l 等于零 一直到 无穷大 al rl 再加上 b l over r l 加1 次方 再乘上 pl cos θ 好 这个是通解 现在要解这个 你有一些常数 那我们必须要 把常数解出来 常数解出来 我们就 你只有一个方程 不够了 我们就看看能不能 有 两个 以上的方程 就是两个以上的关系式 我们把这个当作 one 那怎么解呢 通常我们是用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有什么 第一个 它是在这个 它的边界就是什么边界呢 这个界电子球的球面 球面里面是界电子 球面外面是真空 所以在这个界面 有两种界值的界面上面 我们知道电位一定要相连续 电位要相连续 所以我们就有 v inside 等于v outside 这是当这个 r 等于大r的地方 它并不是说 这个里头的电位 跟这个电位一样 不是哦 在这里 这个靠这边的电位 跟靠这边的电位 一样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上一次 有写出 这个连续条件来 那就是里头 我们就用什么 用电位仪 电位仪 它在两种界值的界面上 电位仪的 电位仪的法线方向相连续 对不对 假如它的自由电荷 如果这里没有自由电荷密度分布的话 在这个地方 电场 这两个地方 电位仪在这里的 normal component要相连续 电位仪就是 电位仪就是等于 里头的话呢 是yr乘上这个 这是电场了 y乘上这个 就是电位仪 外面是epsilon zero 这个 这也是在r 等于大r的地方 第三个 我们就要 看了 我们刚刚是说 它只影响什么地方 这个附近 很远的地方 它影响不到 很远的地方 它影响不到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远一点的地方 OK 这就是theta theta 9 好 那么 它的 电位 我们写到这里 第三 r 远大于大r的地方 它的v r cos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好多次了 用了好多次了 有这三个 三个条件 那现在我们 就有这些条件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诗子 看看这个诗子 看看 第一诗 比如说我们 在球内的话 球内 它的r可以趋于零 r 可 趋于零 可以等于零 去于零 当r 去于零 的时候 这一项变成多大 无限大 对不对 这一项变成无限大 就使得这个电位 变成无穷大 我们知道电位 除了相连续之外 它另外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电位 必须是finite 不可以是infinite 所以 既然它会变成无穷大 那就是不可以存在了 于是 b0 bL 就要 等于零 也就是说 r approaches 0 那么 r的 l 加1 l bL 乘上 to approach infinity 就使得电位 变成无限大 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电位是finite 所以我们必须要link 我们知道 在里头的话 bl要等于零 但是al呢 可以存在 什么值 我们不知道 好 现在我们再看它求外面 求外面的话 r可以去无穷远 从这个 大r 一直到infinite 当r去infinite 的话呢 这一项都趋于零了 可是这一项呢 这个越来越小 它不会是无穷大 这个就变成无穷大 也不可以 它让电位变成无限大 所以这个结果也不可以 所以al 在求外 al要等于零 求外 当r 我们写这样子 r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那么这一项 al r pl 变成无限大 不可以 于是 需令 al 等于零 al等于零 al 它 必须要等于零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 而且r 远大于大r的时候 我们从连续条件得知 外面是等于这个东西 外面是等于这个 好 v outside 要等于负 10 r cos ceta 我看看这个 这不是al等于零 这个 这等于无穷大 它是这样子 无穷大 但是它不是无限大的话 只是远大于它的话 我看看这个 这个我们这样子写好了 它等于无限大 这个会approach zero 所以这个 这个 当然不合理了 我们写这样不合理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 这个r呢 这一项 它不一定要在无穷远 它无穷远 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vout是等于这个东西 无穷远 所以我们就 就说我们 只要在外面 是比r大很多很多的话 这一项 就只有这个东西 就只有这个 它没有这一项 也没有这一项 ok 好 那于是我们就 所以 我们根据这个 两项 v r θ 在r 小于等于r的时候 我们先用这个 用 用这个 bl等于0 那它只剩下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它 所以它 就等于 l 0到无限大 al r的l次方 pl cosθ 这个是 v r 小于等于r的时候 这就是球内 球内 球外面 我们刚刚讲 球外面 如果真的是无穷大 当然这个就 这个就不能存在 但是现在 它不是 它告诉我们的条件是 外面有均匀的电厂 这个均匀电厂 它延伸到无穷远 这是理论 它说它延伸到无穷远 所以它并不是0 它也不适合说 把al当作0 也不可以 所以我们说 在r远大于大r的时候 是这一项 那么 有这一项 这一项还是存在 因为你这个很大很大的话 无穷远的话 这是0 但是它不是无限远 这一项还是存在 还是存在 不过很小就是了 所以vout 它是等于负的1 0 R cosθ 后面这个还在 L等于0 到无限大 R的L加1次方 分子 分子 BL PL cosθ 这是r 并不是区域无限大 它是远大于R的时候 Vin跟Vout 就是 有这个条件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 把条件1带进去 条件1就是说 当R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两个要相等 这两个要相等 带入2 其3 是 好 我们就得 现在是R要等于大R 于是 这个就变成 Sigma L等于0 到无穷远 Al 现在这个小R变成大R 然后P 然后P L cosθ 要等于外面 外面 外面 它就是 等于这个 负10 小R变成大R 用大R来取代 然后再加上 Sigma L 等于0到无穷远 R的L加一次方 BL 乘上 PL cosθ 好 现在我们 条件1带进去 我们有这么一个式子 这么一个式子 我们来看 因为这里 这个是 这个式子可以写成什么 这个式子 你要记得 它可以写成 负10R P0 P1 对不对 它其实是这个 多向式 这个地方是1 好 我们就看 当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那 这个无穷多向 L等于1 只有这一项 是A1 R 1次方 乘上 这是P1 P1就是cosθ 那这个 那这个当然就是 负1 这本来就是1 R Cosθ 那这一边 那只有等于1 这一项 那就是R的平方 B1 乘上 Cosθ Cosθ 因为你这两个 要横等 我们知道 你要求这个 求这个 常数的话 我们到时候 要乘上一个 P L P Cosθ 这里有一个 它就是只有它 没有 没有什么 别的项 所以它只能够 L'Prompt 只能够等于1 才会存在 才会存在 L'Prompt 不等于1的话 根本它就是 不能存在 因此这里 这个地方呢 也只有说 L'Prompt L就要 L'Prompt 就等于1 就变成这个式子 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可以得到 A1跟B1 我们把Cosθ 约掉 于是这就变成 A1R 要等于 负10R 再加上 B1R平方 Cosθ 等于这个 好 我们 Cosθ 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好 我们就解除 B1跟A1的关系 好 我们就 我们就先摆到这里 B1跟A1 就有这个关系 我们这个算是 第四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有 有第三个式子 这是L等于1的时候 L不等于1的时候 L不等于1的时候 不等于1的时候 那就是 那就是没有这一项了 刚刚是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有这个关系 L不等于1 那就是这两个 要相等 要相等 那这个时候 它是Sigma Sigma 我们可以写成 不等于1 你这个就拿掉了 我们先这么写好了 L L不等于1 然后 然后 A L R的L次方 PL Cosin Theta 这个是1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它就等于Sigma L不等于1 然后这个是R L加1 分子 B L B L Cosin Theta 你这个 横等式 两边都有这个 两个横等式 相等 两个多项式 相等 横等的话 那一定是 它们的系数 要相等 所以我们就有 AL R的L分子 1 要等于 RL 加1 BL 好 这个是 第五式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带入这个 边界条件2 不是 我们把边界条件2 以上有这个结果 4跟5 边界条件1 带进行有这个 边界条件2 带入 234 边界条件2 带入234 那它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R SigmaL 等于0的无限大 R R L 减1 要微分一下 这个是 你看这个 我们还没有插掉 那个边界条件 插掉了 边界2 就是V 对 R 做偏微分 对R 做偏微分 然后呢 令 小R 等于大R 的时候 那 那 YR 乘上A1 因为Y跟 那边Y0 Y是等于这个 R 那边是Y0 所以 这个约条就是 YR 好 要等于 这也是对 R 做偏微分 做偏微分呢 这个就变成 R 本来是小R 现在我们令R 等于大R 就是这个东西 P BL PL 已经把那个条件 带入这个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2 带进去了 我们应该是说 23 我看到这个 讲成 2跟3 带入边界条件2 比较好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讲 比较好 应该是 2 3 是 带入 边界条件2 边界条件2 的这个 好 然后我们就有 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 L等于1 就是没有这一项了 就是这个是1的话呢 这个是 这个1 就是 cosθ 跟cosθ 约掉了 后来它就变成 YR 存上A1 要等于 不 cos L等于1 这个 这个是 PL 这个就是 你要记得 这个就是 P1 cosθ 这项也存在 好 等于 是 F1 10 好 那 L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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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 所以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L又是1 所以它就是 YR 乘上A1 好 这边 这个都通通存在 然后这个 L等于1 L等于1 带进去 它就变成 负的 R分之 三次方 这个是2 乘上 B1 B1 然后 这个cosθ 约掉了 这个cosθ 这个cosθ 跟这个cosθ 约掉了 它就等于 这个 我把这个 写过来一点 负的 2 B1 乘上R的三次方 好 这个第六四 好 现在我们去看L 不等于1的时候 我们加个10好了 不等于1的时候 那这一项没有了 好 这个就变成 YR L还存在啊 它不等于1啊 那这个 AL R的 L减1 通通存在啊 好 要等于 这一项 这也是 好 这边 这个 跟这个 就说你这个L 不等于1 可以等于 2340 23456 然后它每一项 因为是多项式嘛 你要横等的话 它应该每一项的系数相等 好 这个就是 第七式 我们现在解 4 6 得 解4跟6 6 跟4 跟4 都是A1的 我们得A1 等于 这L等于1 它是3 YR 加2 Y0 好 B1 B1 是等于 YR 减1 YR 加2 R38 10 OK 好 要注意 这个是 这个是 L等于1 的时候 好 我们现在解 第五式 跟第七式 就是L 不等于1 的时候 好 AL 不等于1 的时候 AL 要等于 BL 要等于0 好 第五式 好 这个 跟第七式 我们可以解出 这个来 好 现在 这个常数 都解出来了 好 我们就把 这个 以上的结果 好 带入第二式 我们将这个 好 我们将这个 带入第二式 好 我们就得 V Inside 它是等于 负的 YR 加2 分之3 10R cosθ 好 那个Rcosθ 就是Z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负的 三倍的 10 然后YR 加2 乘Z 这是电位 电位 好 电场 这个是电位 啊 球里头的电位 好 电场呢 电场 电场是等于 负的 Z Partial V Inside Over Partial Z 原因就是啊 它现在只有Z Component 只有Z 是对Z 对Z 为分一下呢 负的这个 它就变成 Epsilon R 加2 分之3 分之3 然后 Z 乘 10 就变成 10 的 向量 好 这个是 球内的电场 这是均匀 球内 我们写 球内 均匀电场 所以我们当初画的那个 Polarization 也是一个uniform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把 上诗呢 带入 第三诗 好 我们将A1 及B1 带入 这是V 我们知道外面 它只有PL 像 这P0 P1 cos 因为它有一像 是cos 只有这一像 所以我们就把 L等于E 这两个 带进去 它就等于 负的 10 R cos 再加上 YR 减1 YR 加2 乘上R 三次方 10 然后 2平方分之1 乘上cos 好 我们把这个 化解 它就变成 YR 减1 YR 加2 然后 乘上 R 三次方 小R 三次方 减1 然后这是 10 R cos 这个我们就把它变成 Z 原因就是等于等于我们 比较好求它的 电场 这个是球外的 球外的电位 球外 是电位 它的电场 它就等于是否价 它就等于负 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好 那我们 求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 YR 减1 YR 加2 R三次方 小R三次方 称上 这是球外 是电场 球外的电场 所以做这种题目 你要头脑很清楚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里我多做几个例题给各位看 这是一个界电子球 不是导体球 界电子球 它的半径是A 它的电容率是Y 它的外面 另外一种界值 是epsilon zero 两种不同的界值 这是一个界电子 这个是一个free space 它里头 因为它是界电子球 我们可以把电荷 把它储藏在里面 于是它里头就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是row 那么row呢 它是位置的函数 位置的函数 它不是均匀的 那么我写一下 这个是一个界电子球 那么它的role呢 是等于K R 那么这个K K是常数 K是常数 那么R呢 R就是 到球星 任何一点 这个距离 就是R R就是 球内某一点 与球星的距离 现在要球 我们要球 球星的电位 这个界电子球 它的表面激化电荷 跟它的体积激化电荷密度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跟体积激化电荷密度 要求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 怎么做这个问题 怎么做这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可以先分析看看 电位有什么方法 电位啊 电位呢 你当然可以的 如果说只有自由 free charge 只有free charge density 只有free charge density 那么你当然可以用这个做了 它又分布在有限的区域 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Rho F D T of R 积分可以 但是我上一次说过 这个只能用在什么地方 没有界电子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你只有这个电荷 产生的电位 有界电子不能用啊 它这个是free charge density 没错啊 但是它会产生电厂 电厂以后啊 就让这个东西激化 对不对 激化以后 它又有激化电荷 有表面激化电荷 有体积激化电荷 你这个时候 所有电荷都要算了 free charge density要算 Rho B Sigma B 都要算 你知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 要知道它就不要你求了 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能用了 不能用这个 不能用这个 好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知道电位 等于电厂的线积分 好 你要电厂的线积分 V 电厂的线积分 那你要用这个求V的话 求V的话 你可以从0到无限大 可是这个电厂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电厂 如果说这里没有界电值的话 我的电厂可以用高斯定律做 对不对 电厂的高斯定律 但是现在有界电值 你不能用电厂的高斯定律 你要用什么高斯定律求什么 要有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然后它由D来求E 所以它 你D求出来E就知道 E知道V就知道 V知道你就可以 那就是求V就得出来了 对不对 E知道然后就可以求这两样 所以归根究底 我们还是要先求D Electric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就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来做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要由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求D D求出来求E E求出来求V V 然后再由E来求这两样 我们今天先分析这个 做一个题目 我们要坐下来 分析看看 我要用什么方法 你要学会分析 不要一种反射 电位就是这个方法 电厂就是这个方法 好像菜米晚会一样 随便他怎么问 你就马上举手 那些菜米晚会的来宾 真厉害 一问什么问题 马上举手 他那个反射动作 用来做这个不可以 你要分析看看 我怎么做 我什么都听了 人類开了 我都听到